第四十五届多伦多国际电影节落幕 旅美华人女导演赵婷的影片《无一之地》不负众望 获得观众票选产生的人民选择奖 《无一之地》讲述了一名在经济大萧条中失去一切的六群女性 作为居住在房车里的现代游牧民穿越美国西部的故事 影片由曾评接三块广告牌赢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的弗兰西斯·麦克多蒙德主演 赵婷近日以获评本届多伦多电影节致敬奖的伊伯特年度导演奖 赵婷通过视频发表获奖感言说 自己思考的是在相对较短的职业生涯中什么是重要的收获 她说自己最初进入这个竞争激烈的行业的时候 不认识任何人 自己很长一段时间都觉得如果表现出任何脆弱迹象 或是犯了错误搞砸了 一切工作的人们就会抛弃她 但在后来的电影设置过程中 与不同的制作团队合作令赵婷感到自己非常幸运 她也希望与共事的友人们分享荣誉 作为赵婷的第三部电影长片 《无一之地》日前已斩获2020年的维尼斯电影节最高奖 最佳影片金师奖 赵婷出生于北京 少年时出国留学 毕业于纽约大学电影学院 其后进入好莱坞发展 她的处女作《哥哥教我唱的歌》 及第二部长篇作品《骑士》 曾在多个国际电影节中入围或斩获奖项 她指导的最新作品将是漫威超级英雄电影《永恒族》 她也是中国内地知名女演员宋丹丹的妓女 本届多伦多电影节还评出其他多个奖项 其中新西兰华裔女导演梁文鑫 指导的《云中阴影》 获人民选择奖的《午夜疯狂单元奖》 本届多伦多国际电影节 于9月10号接幕为期10天 在新冠疫情影响下 电影节展映活动首度 采用实体影院与线上播映结合的方式进行 影片展映数量有往年的 逾300部大幅降至今年的 仅50部长篇和35部短篇 行业交流活动则全部在云端进行 但仍迎来了近4000名专业人士参与 《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创办于1976年 现已成为全球最富盛名的国际影展之一 其人民选择奖获奖片 常常能在四年入围获展获奥斯卡奖 从而令该电影节被业界视为奥斯卡风向标之一 《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中文字幕提供